你知不知道广东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在哪里? 回看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发现我们广东21个地级市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很不平均 最少和最多的城市相差了11% 我们把老龄化最严重的五个城市的数据列出来 发现它们都是偏向于发展得比较慢的城市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排在第五位的云浮 广东人有句俗语就是说不怕生错命最怕改坏名 原来云浮以前不叫云浮是叫东安苑 但是湖南亦有个东安 所以后来为了担心容易产生误会 在民国三年的时候就改成云浮 其实改了名的云浮经济是有好转的 好像云浮新港建成后成为了广东内河的第一大港 还是我国最大的流氓生产基地 但是看来云浮除了石头 又好像没有其他特别优秀的地方 所以近几年的云浮的发展又慢了下来 甚至乎年年包尾 有些云浮的朋友就说笑地说 是否要再改名才会好些呢 其实云浮发展得万种 它来说是因为经济收入来源单一 人均收入低,物价又虚高 消费能力也无法跟上广东的其他城市 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何云浮的老龄化这么严重了 因为年轻人全部走出门 外边的世界更精彩 最后我想说一件事给你听就是 在这几年,云浮是广东唯一一个灵感染的城市 继续追尽 anc lent出 现在 《浮大药》